1月18天气概况 来自中国方向的寒流系统 逐渐向台湾靠近 依据电脑模拟显示 将在下周二前后深度影响台湾 气温骤降 目前寒流的外围环流 一波又一波地接近而来 尽管今天的东北季风转换成偏东到东南风向 清晨时段的温度依然偏低 中央气象署也发布低温特报 金清晨花连线 金门线有10度以下气温发生的几率 呼吁要多注意 台湾附近的水汽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主要集中在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 因此有局部短暂雨 白天阳光普照较为温暖 温度可以维持在24至26度 但日夜温差极大约在10度左右 明天封面接近 天气不稳定 水气开始增多 北部地区将转为有局部短暂雨 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 其他地区多云到天气形态 1月21日寒流南下 气温骤降 北部东半部迎封面短暂雨